我上網買的中了一服啊 阿爺的底衣服 是可以看到你的連結在哪裏的 不是,我不能這樣做 HELLO,這次無聊王,我有兩件事想分享 第一件事就是 你們有沒有上網買東西的習慣? 我沒有 平時我不上網買東西,因為我看不到貨物去買 是很沒安全感的 所以我是那些在街上買東西的人 如果你們跟我一樣,都是要下店鋪 要看到貨物去買的行街派 就留言支持我 當然是這樣說 但如果你們有留意小弟的IG 都應該知道小弟最近喜歡穿一些寬身的衣服 而在IG,你只要有follow到兩三四間賣衣店 各路賣衣的廣告就會開始出現了 慢慢地,也不是很快 你整個IG看到的衣服更多 我看到你的朋友 當你的朋友已經變成了衣服的時候 有天我就在IG看到這個廣告 看到它有下櫃,有over size 然後又有兩個袋子 我覺得挺漂亮 還要是到貨物 到貨物才會付錢 我就忍不住,試試在網上買 接著就是一個漏下陰影的開始 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Facebook 之後就開始聽說發生什麼事 這家店我就不開名 純粹只是分享一下中伏的經驗 它的預覽圖就是這樣的 不,它推銷它的衣服的質料 物料 都推銷得挺誇張的 一堆日文字 應該是外國語言看起來比較厲害 雖然我一隻字都看不懂 但你知道,買東西和看AV一樣 我們不可以拿去問女朋友 然後它的價錢也不是便宜到你覺得它是流料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OK 然後就不買了 它的收費都很過份 買一送一就$329 然後買二送二就$399 那就是說你多給70元就多兩件 說的是什麼呢? 說的是它出了四隻顏色 那就是誤你了 小弟把心一橫就賣了$399 四隻顏色都齊了 慢慢配搭吧 我感覺到大家會說我該死的 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件貨物一來到是怎樣的呢? 開估計 阿爺的底衣這個款 真是阿爺的底衣就是這樣的質料 差不多的感覺 先不說為什麼我跟著它那個推銷 你的身體多闖然 之後就選什麼買的方法去買也好 那為什麼整件貨物會這麼小的呢? 頭裡面的模特兒就穿得這麼寬鬆 除非他說頭裡面的那個人 本身就是穿XL的 但是他買2XL這樣才算 但是他不是的嘛 哎呀算了 不說太多 說太多 還沒說要生氣 還是不是的 還是一向買衣服都是 你看到它那個演示 你自己會預帶這個馬的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你們告訴我一會兒 就是看完影片的時候 但是我不覺得我買帶一個馬 它那個袖就可以過我的競子 它現在是去到這裡的 你有沒有聽過我小時候 那媽媽永遠都說要買帶一個馬 是嗎? 喂?你又笑 那媽媽是預算你會長大嘛 那她不會預算我再長大吧 啊 我現在遇到一個買家 我就真的長大了 跟你說 先不說它的尺寸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袋 看看 甚至是梅菜那樣 它頭裡面的模特兒 你看到它的袋子很堅挺 這個完全是梅菜款 又薄一點點 我一插袋 你們可以看到我的手在袋子裡做什麼 整件事很猶豪 大肥呀 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不用我做猶豪的 可不可以? 不用不用 這件衣服不需要你特意做猶豪的 你只要穿上去一插袋 你就猶豪了 大肥過來幫忙 插什麼袋子? 三袋子嗎? 插了一插袋子嗎? 你這麼遠都看得到這麼噁心 很噁心 很噁心 大家可以看到 你插袋子 你看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手 不是… 坐下來看不到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手在袋子裡做什麼 你真的舉起兩個手指? 嘩 不要… 你不要分別 你一個袋兩隻 不是兩個袋 一隻嗎?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手在做什麼 你看回圖裡面的模特兒 不會的 大肥你可以一會再出現 不好意思 你先穿著吧 棉摸上去的確是挺舒服的 你摸上去就不會是鞋子 不會刺手 當然不會刺手 不舒服嗎? 我覺得你洗兩次之後 那件衣服就… 沒洗我不評論 但我一件就可以肯定 就是CLS公司那件衣服的質地比它更好 對 對 是真的 你沒有這件衣服你不知道 但是厚度…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叫彈吹可破 就是我不是… 嗨 我不是撞了鏡子嗎? 你真的試試穿這件衣服嗎? 我網購那件衣服更糟了 好像很貼身 發生過來… 扭歪一點點 不行 是不是很不開心 這件衣服 我不想出鏡子 拜拜 真的搞不定 生氣了 我給你看這件衣服 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魚籃圖 哇 差很遠 你心想買多少錢 所以你聽不懂嗎? 喔 它的價錢收費是這樣的 買一送一、三百十九、買二送一、三百十九 它出了四天職 你買四件嗎? 是啊 哈哈 我們要做海報 你這個街 剛才那個是哪? 彈吹可破 我現在不是在買護膚產品 你們摸不到我多薄 我可以形容一下 你們有沒有看過魔術師的手套嗎? 質地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的 那些很舒服的 但是很薄的 是啊 你的文具店買回來的 你就可以過來了 大肥 雖然夏天就… 喂…坐下來 我們慢慢聊 雖然夏天就不用穿那麼厚 但也不用穿到這樣的褲子 你看到那些肉色嗎? 是開始在裡面透出來的 你看到… 你不打算摸下去 不,我不打算這樣做 你自己摸一下 是啊 你不會這樣摸 是可以看到你的褲子在哪裡 你沒理由唯一件衣服貼 乳貼 乳貼更大 還顯到乳貼 你這樣薄還不顯到乳貼嗎? 人們會以為你很大雲 如果夏天你真的穿白色在街上走兩步 外面一看就以為 那些很勤力的外賣仔 大肥辛苦你了 你可以… 你可以… 得到這件衣服 神經病 哈哈哈哈 說一句話 我…我希望他敢退款 他會的嗎? 我希望的 哇…遠看一顆 這才厲害 那我就已經傳了這個電郵 就跟他說要退款 他一收到之後 他叫我寄一寄個產品相給他 那就沒再回應過我了 他就給他影片看了 我寄一寄個產品相給他的時候 還要考慮要不要把我這個失望的表情給他看到 還有就算要退款也好 你也要虧時間的嘛 就是你網購不是為了退款的 你不會無緣無故… 就是現在好像拿多壇生意去跟人聊 要跟他兩三個星期 好…那這次的無聊王重複分享 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網購的時候 有遇過什麼情況可以跟我一樣這麼誇張 或者誇張過我呢 留言告訴我吧 或者你們會不會有方法去對付這個買衣服 不知道買什麼馬好的情況 如果有的話你留言教一下我 雖然我都未必會再上網買衣服 或者只會買一些… 起碼我知道的店舖實體店在哪裡的地方 起碼退貨我可以馬上拿上去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然後follow我IG、Facebook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剛才說了好像有兩件事要分享 第二件事是這樣的 大肥 你又可以過來 第二件事要分享的時候 就是這樣 有一次真的很無聊 有時候有些人 出自一個人口說的東西 你聽得不太清楚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別的東西 對 然後大肥這個 冷心一層的頻道 你每條影片最後都有幾個 對呀 講到slogan 講一次來聽 快點說 生活太苦但你要甜 OK 去到這裡 但一絲絲的甜意 換你一晚安稅 換你一晚安稅 對呀 然後我有一次我三個鐘 我們都不太聽清楚大肥說什麼 聽不清楚大肥說什麼 這個很不奇怪 我們一開始就聽到 生活貸款 但你要甜 但你要甜 因為大肥的財政狀況 應該是搞笑話中最差的那個人 所以他應該有生活貸款 但你要甜 你幫我想到他新的slogan 無聊王 到這裡 我們影片再見 拜拜 我決定這條影片就用這個slogan 我決定這條影片就用這個slogan